《專家開咪》 繼續回來這部份《專家開咪》 請到這位專家 都會大學人民社會科學學院的助理教授 馬耀宗教授 亦是嘉賓主持Charles 陳超國 Charles 上個星期 我們記得跟馬教授談過關於資助房屋的情況 包括角度性房屋和簡約公屋 今個星期跟他談談 如果公屋方面能夠供應多些 自然上樓方面不會太頭痛 我想問一下現在公屋資源有限的情況下 你自己怎樣看公屋供應的情況 其實現在你見到政府 經常說公屋的供應 或者未來的總房的供應是頭輕尾重 頭的5年可能供應量會少些 尾的5年的供應量就會大些 希望能達到標 其實我們看到公屋的供應 其實政府都宣布了 他們預算大概每年都可能會有 18000至20000個單位出來 總共大概有9萬多個單位 鎖成 其實你見到供應量都相對上是可觀的 所以你都可以看回 當然你說對需求相比 我們都會說 我們還可能需要30萬個供應單位 你看到就算包含資助發售的房屋 其實都未必真正確認得到那些 所以我想政府都可能要更加努力去找多些地 是的 去建更加多的公屋出來 但是這個對於公屋的需求 會不會隨著房地產市場那個調整要回落的呢 我想就算你說可能 你說房地產現在是相對上可能是一個調整期了 是的 大家會不會對房屋的需求低了 但是你都可能想就是 可能有一幫人因為這樣 因為經濟周期的問題 那個收入低了 可能變相是會對那個 一些資助房屋 或者是公屋的需求反而會大了 所以我相信房屋那個周期 可能反而對於公屋的需求量未必那麼大 甚至可能是會多了一些 甚至不要說是有人收入低了 有一些本身是公屋的人 可能他們慢慢有錢 本身是想著跳去私人房地產市場 後來看看 咦 不是喔 買樓好像有點危險 不如住多一點算了 住多一點算了 其實也會令到那個供應是減少了 所以我自己相信 房地產市場那個波幅 可能未必對公屋那個市場有太大的影響 另一方面 公屋的供應 除了新的公屋供應之外 循環再用的租戶退租的公屋 都可能是一個潛在的供應來的 如果房地產市場回落 會不會是多了一些公屋的居戶 跳入去私人市場 而行空分一些單位出來呢 這個就好看究竟 調整到一個怎樣的程度 我們經常都說 其實現在這一段時間 你看到香港為什麼 那些人說 會擔心那個房地產市場 因為不是一種所謂 一下子急跌 然後你看到它回升的狀況 現在是經常都會 好技術講句就是 好像陰跌陰跌 慢慢你是跌 都不知道跌到什麼時候會 是所謂的見底 所以我想其實這個不安寧因素 都未必會令到一些 本身住在公屋的人 可能會有incentive 或是退房出來去買 除非可能他們的收入 真的已經超過某一個界限 那他們沒有辦法 就真的被迫出來買 否則他們為一個穩定租金的話 我相信他們去買房子的話 那個incentive 都未必是這麼大 當然公屋資源很有限的情況之下 都希望善用 房屋處近年都採取多管齊下 風險違本的措施 全力打擊濫用公屋這個行為 看到也有些成效的 你自己看情況是怎樣 我們看成效 可能有些報告就說 有些人會這樣去買 我們會看數字 其實我們看的數字 就是看看會不會有些人 所謂叫做挑選 不要自己的公屋去 可能是買一些所謂的資助房屋 我們看回居屋第二市場的成交 其實去年2023年3至5月 可能那種成交量都是1200左右 但是今年2024年的3月至5月 我們看到成交量是接近1900個 接近1900個 那就是大概升了50%左右 當中其實大家同一時間 都是有這個白居易的效應在 但是大家都有的話 那就是說XL真的 你叫做今年是多了 那也都有一個因素 可能說今年特別的 就是因為放寬了這個居屋的按揭措施 會不會吸引到多一隻去買居屋 但是我們覺得始終有50%多了 那究竟有多少是一些所謂的錄表戶 是的 見到 咦 細息不對 不如我快點用了我的錄表資格 有個discount 買了這個第二市場居屋 先這樣這樣 這個跳船的行為 那我相信當中一定是有的 所以我們憑這個數字都看到 其實房儲這個措施 就是打擊這個庫戶是真的有的效果 是真的令到一些公屋戶 肯定騰空自己那間公屋出來 那似乎在居屋那方面 如果有很多庫戶 他自己是 甚至乎有些買居屋的 他都不願意騰空這個居屋出來 他不願意放手 就是一些公屋戶 有這個情況 那這些方法是怎樣 這個情況是怎樣解決的呢 即你說他們本身可能有居屋 居屋戶 即現時來說 有很多居屋戶 可能他自己 經過這麼多年的財富累積 他可能買入私房 但是因為居屋始終 都是一個很便宜的 買入回來 那很多時候 他們都寧願 不去騰空他的單位 不去放售的 有的流控在那裡 丟空在那裡 那政府有沒有辦法 是將這些提升 即令一些居屋的市場方面 都可以整活 提升到這個居屋市場的活化 重環再用 如果它是未保地價去買居屋的話 應該是不應該可以 同時有私留的 那當然可能有一些特別的方法 那但是 你說怎樣去活化居屋市場 令到他們有 incentive 去買回來 那其實我們會看到 就是 其實近這幾年的 八居二那個措施 是相當有成效 即我們可以見到 整體那個 第二市場的成交量 是比起以前其實是截至上升了 是 那當然另一方面 我們也看到就是 另一個問題就是 那個樓價都是升幅很大的 我們之前都會有一個居屋指數 看到其實 在2013年之後 有這個八居二之後 其實你看到那個 第二市場的成交價格 是顯著 即是第二市場 是的 第二市場的成交價格 是顯著多很多 但是因為它不用補地價 就可以買回合資格的人 是 因為不需要補地價 變成有很多潛在的買家 他們是願意 以更加高的價錢去買的 即你可以想 就是第一手可能 政府賣給你 是當它六折 是的 那我買回在第二市場 我買八折 是的 那你買家都覺得 我都是便宜了 便宜了兩折 他們未必會想回 將來我要補地價 這個issue 他想回就是 我都可以不補地價 照賣給人 都會有人接的 是 所以你看到這個 就會令到它的聲勢 那價幅 還有有白居易 多了很多所謂的白表戶 他們都有一些 相對上比較大的 一些承接能力 是的 所以這些措施 其實我們都見到 政府是一直想 活化那個市場 增加那個居屋的流動性 是的 從而其實對整個的 一個所謂的 事業階梯 甚至是公屋的階梯 會不會多了人 因為已經看到 第二市場多了 居屋供應 他們就會 騰空自己的公屋出來 賣居屋 我們相信這個 其實整個效果 都是見到很顯著的 嗯 至於香港 現在那個 房地產市場的情況 是怎樣 你自己怎樣看呢 房地產市場 我想都還有一些 所謂不是很安定的因素 其實大家最常見的 都是一個問題 就是第一 就是美國的利息 始終都是 是的 一時又說 會調整 連頭還說 可能會減三次息 剛剛就說 最多減一次 現在可能是九月 可能 現在突然又說 九月又有減息空間 又或者會受到 可能大選因素 又有影響 我想這個 利率始終都很牽著走 因為利率反映很多東西 第一就是你那個 買樓借貸成本 第二就是 那個資產的回報率 是的 這些因素 我想都會令到 可能短線你會見到 那個房價售壓 另一方面 我們都見到 就是那個 一手潛在供應量 其實過去幾個月 你都見到 一手發展商 那個 賣樓的積極性 甚至是 那個出價 那個進取的情況 都 甚至可以說 你是懷疑的 很多時候都說 我買了那層樓一期 第二期 突然間 這個價格下了10% 我怎樣做 現在都一點都不奇怪 是的 以前我們 早幾年買樓 不是這樣 第一期一定是便宜的 大家重去買 但現在好像比一期便宜的 我想這個都會很影響到 那個 不只是一手 而是二手市場 其實都會是寵壓 即是你見到同區的二手樓 當時馬上 有些新的一盤出來 搶了一個購買力 而且你看到價格低 其實都會很影響 二手市場那個 的樓交流交投 那每當房地產市場 那個價格回落的時候 就自然有聲音 就要求政府 考慮就是 取消 甚至減慢 那個土地的供應 例如大嶼山填海 可不可以叫停 或者是 新界北部都會區 可不可以縮小規模 那你這方面 怎麼看呢 馬教授 我會想 其實剛才說填海這些 或者北部都會區 可能是一個未來 可能是三十年以上的 一個很長的 我們始終現在 這個樓市所謂的調整期 可能都是一個比較 短線一點的情況 即如果你說 因為一個短線的波幅 從而令到我們影響一個 三十年以上的計劃的話 我覺得這個 就未必是這麼適合去做 不過我反而會想就是 政府都可能要考慮 要考慮它的財政能力 即是我們看到最近賣地 雖然說符合市場預期 但其實地價都是比起 過去一兩年之前 最初的股價來說 有很大的比較 都是有一個落差 政府在賣地收入的減少 會不會令到它進行這些計劃 會有些影響的滯爪呢 我想這個政府 都真的要計好一條數 想想一下 是否同時間推出 或者會不會放緩那個腳步呢 我想這個也是正確效率 又或者這樣說 有些什麼意見現在可以給政府 因為施政報告 正是在問大家拿意見 大家千萬不要鼓寒 在這個位置 就可以給政府不同意見 讓政府可以制定一份 長遠一點的發展的策略 今天我們多謝馬元忠教授 多謝你 Thank you